纽约州长库默在周三上午的疫情记者会上表示 纽约州的中共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08例 总数达到2382例 库默下令要求纽约州所有公司保证需要离开家上班的员工不超过50% 执法、医疗和食品等关键岗位行业除外 在纽约市,周三下午的确诊人数已经增加至1871例 医疗系统面临床位和呼吸机短缺的问题 对此白宫将派遣美国海军医疗舰舒适号进驻纽约港口 以增加1000个床位 另外纽约市长白思豪此前呼吁纽约市民提前做好居家防疫的准备 并表示是否真正实施会在48小时内决定 不过州长在周三再次表示不同意实施 尽管纽约通勤系统没有停摆 不过大多户运输署MTA主席福耶周三已经发出求救信号 疫情以来地铁乘客减少60%,巴士减少49% 长岛铁路减少67% 而北方铁路乘客量减少90% 因此MTA希望得到联邦40亿美元的资助度过财政难关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